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现在位于中国新闻社驻武汉前线报导组的驻地 今天我们要去采访一位外国人 他是在武汉性性肺炎疫情发生之后 许多外籍人士选择离开 但他却留下来的全科医生 我们今天就去看看 去他家里 看看他每天的生活和工作是什么样的 他们家里有一只狗 这个孩子 小狗 好可爱 他的名字叫菲利普·克莱因 我们来到他在汉阳区的住所 门口可以看见有许多黑色的塑料垃圾袋 里面装着他平时用过的防护设备 走进他的房子 走廊两侧摆满了医疗物资 在厨房的桌子上 有一瓶还没有开封的法国香槟 克莱因说 买好了这瓶酒就是要放在那里 等这场疫情结束以后 我的太太回到身边 跟她打开一同庆祝 目前 克莱因的妻子和女儿都在法国 等待着武汉这场疫情结束 他们归来团聚 什么样的医疗 我是一般的医疗 我以前曾经在法国工作 联系 联系是个家庭医疗 所以我给大家介绍 孙子和孙子 所有的疾病 作为一名全科医生 菲利普克莱因来武汉已经有六年了 他目前任职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国际门诊部 主要的工作是为在汉的外籍人士提供医疗服务 你这一天会在哪一天工作? 很多时间 因为我的患者在在武汉 武汉大 如果我需要在武汉医院看病患者 然后在韩康 然后在汉阳 我会有很多区域 所以有很多时间 对 很多时间 疫情发生以后 医院国际门诊暂停一夜 但克莱因没有放假 他每天都会穿戴整套的防护设备 自己开车往返于武汉三镇 在中国同事的协助下 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外籍人士上门看诊 每天接触各式疾病和病患 克莱因很清楚 心心肺炎的危险性 他说 在这个地方工作 既是职责所在 也是职业要求 即使这份工作 只是抗击疫情战线上的一个小岗位 那也是我所能做的 支持武汉市民撑下去的一种方式 采访结束 克莱因在社区门口与记者道别 当天 他还将再一次出发 去到武昌 为当天的最后一位病患服务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2 2 3 2 4 5 1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